等下再来挂上去就可以了 开起来之后,Juno已经可以来开发Java的程式 那怎么样开发Java的程式 Java程式跟Enjoy之间有什么差异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当然你们在学习开发 第一个,请各位务必要熟悉什么 熟悉Eclipse的工作环境 它主要有几个地方 第一个,套进浏览器,这个一定要 第二个,盖要也一定要 那另外上面的它什么呢 这个功能表跟工具列 这应该也固定的 那还有底下有个主控台 到时候你把结果 我们程式撰写区就在这里 那比如说我今天呢 一般都会从Hallover的开始 比如说我的第一个Java程式要怎么撰写 一般我就教同学这样 第一个,一样,档案,新建 你会发现,现在应该还没有挂ADT 所以没有Enjoy的专案 只有Java的专案 那Java就可以撰写 那写Java怎么写 第一个,新专案 对不对 好,那再来的话呢 他会问我说你的专案名称 那比如说呢 你就给他一个专案名称叫Hallover 好,一般都叫Hallover OK好 那接下来特别注意一下 执行环境 一般当然他新的1.7 不过你要用于设好了 不过通常我会建议用1.6 因为比较有相容性比较好一点 不然的话到时候不是每个人的环境都1.7 可能会产生一点问题 因为1.6跟1.7还是有所不同 OK好 那不改也没关系 那可以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的话呢 再来怎么样呢 直接按完成就好了 其他你也不要设定 因为刚开始 他会问你一些什么副程式什么什么的 那暂时都不用按完成就好了 或者刚刚直接按完成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就自动会帮我们建立一个什么 建立一个Hallover的专案 那特别注意 专案就长这样子 以后呢 不管是Java的专案 或者是Android专案都一样 那里面会有SRC SRC就是什么呢 就是程式码 程式就是在这里撰写 那另外呢 他有什么系统 程式库 这个是 他已经帮我们引用进来了 这个部分的话 包含就是内建的 常用的一些什么 一些Java内建的一些 程式库都在这个地方 那至于这里面什么 我想将来 你们有控制一下 稍微看一下 有什么Java的什么 这些都是类别 有点像 他已经通通给你很多 大量的软体零件 那你要用的时候 你就把它引用进来 就可以使用 那接下来的话呢 请到SRC这上面 按右键 新建一个什么 新建一个 类别 特别之后 先钻案 再到SRC里面 新建一个类别 类别 类别名称的话呢 特别注意 我们也叫好了 好 特别注意 底下这个不要改 因为它这个 这个Super类别是Java 点Lab 点Object 那要改这个 这个不要打勾 不要继承 这个叫抽象类别 那请你在这上面 自动帮我建议Man Man的话 就是程式的入口 它会自动帮我建立一个 这个静态的一个方法 名称叫做Man 这个静态的一个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